11月28日凌晨,张一山工作室发布声明,针对27日晚网上部分账号发布的《张一山回应作品不好》相关内容作出澄清。 声明中指出,相关视频是2018年的采访,张一山本意是与记者开玩笑、活跃气氛,对于采访引发奇异深表歉意。 在未来的采访中,一山会尽量规避可能引起大众误会的措辞和比喻。 而对于陆顶记忆的相关争议,张一山已经在采访中表态,我不换得换失,只是与观众各有遗憾。 此前引发讨论的旧采访视频中,张一山说,很多人与新闻说张一山拍了一个烂片,但这无法伤害到我。 他表示自己没干坏事只是在尝试,并不是有意不好好演。 最后他强调,请允许我演得不好吧,老演这么好也没劲,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留言评论哦。 余温速递整理报道。